端午節將至新竹市政府也特別辦理113年端午節進軍活動 由副市長邱成遠代表市長高鴻安率領市府進軍團 前往新竹後備指揮部轄區22個國軍單位 致政加菜金並感謝國軍官 並長期以來辛勤守護國家 那其實我們知道近期因應國際情勢跟兩岸情勢的一個緊張 在基層的國軍弟兄其實壓力都非常的大 那我們在推動全民國防以及國防自主的一個政策之下 其實需要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一起來合作 除了國防民防的結合之外 另一個方面要能夠守護新竹市民 對於相關的災害防救或者是市民的需求 國軍也都是一不容辭經常的協助我們 所以今天我們再次感謝所有國軍弟兄致上12萬分的敬意 也祝祝他們端午佳節愉快 那我們軍民一家一起努力 這次進軍活動 新竹縣市軍人服務站 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尾固團 東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北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以及香山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等等 也一同參與 記者簡舒淇 採訪報導 北部地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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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部地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